贫困快递员买彩票中奖5000万 第二天怒对女老板后果断辞职 来到对讲现场却被保安赶了出来 发现真相后快递员惊恐万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幕位给大家讲一部爆笑喜剧电影 有完没完 老范是一个快递员 作为单身爸爸的他日子过得十分清贫 4月1号这天是老范生日 儿子说自己得到一个参加国际比赛的资格 但是需要交5000块费用 兜比脸都干净了老范哪会有钱给儿子 无奈只好劝他放弃 来到工作单位老范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 原来是他丢了客户的快递 这可要赔偿5000块啊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来到ATM老范看着卡里仅有的504 他感觉到了深深的无奈 这时他听到旁边小超市卖彩票的广告 他来到超市想到自己生日 于是随便买了几桌 晚上回家看电视 发现自己居然真中了5000万的投奖 高兴的他连带伤的儿子拿回来的蛋糕也没在意 第二天起来他高兴的和儿子说 有钱去比赛了 而且还要把儿子班上的同学都叫去陪他比赛 儿子还以为老范发神经了 来到公司看着气急败坏的老板 老范气定神闲的走到办公室 坐在了老板的位置上 把一直以来对老板的不爽全都对了回去 并且果断的辞了职 来到对讲现场 老范惊奇的发现自己的彩票不见了 主持人还以为他是来捣乱的 让保安把老范赶了出去 一头雾水的老范拿过街边的报纸 猛然发现今天居然还是4月1号 回家看到儿子拿着蛋糕回来 老范问道今天几号 儿子也说是4月1号 气得老范把蛋糕推倒在地 第二天起了 老范打算给儿子道歉 可儿子好像根本不记得这事 公司老板也打电话过了 问他怎么没来上班 还说他要陪客户5000块的事 老范吓得赶紧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可医生也说没什么问题 他再次来到彩票店 和别人聊天的过程中 他意识到 自己这不相当于卡里钱永远花不完吗 于是老范开始各种花钱 生活过的那是不易乐乎 但他没意识到 自己一直忽略了每天给他买蛋糕的儿子 一直过重复的生活 让老范十分乏味 这天他又来到了彩票店 在这里和别人闲聊 碰上有人给他安排相亲 晚上老范来到饭店 发现对方居然是儿子的老师 这让他一下来的兴致 重复无数次约会下来 老范是越来越了解老师 又是一个4月1号 他来到了学校 本是想提前认识老师的 却没想到 看到儿子被欺负的一幕 老范一路跟着儿子 才发现自己这些重复的日子 儿子都是在被欺负后 带着伤拿蛋糕回去给他的 回到家 儿子告诉老范说 他从来没嫌弃家里穷 但是他希望父亲能过得有点人样 双爸还把特意为老范画的漫画扔掉了 看到儿子漫画里自己帅气的形象 老范突然觉得自己应该改变些什么 在新的4月1号 老范一改往日的窝囊作风 开始乐于助人 积极乐观 这天他和一个主播来到路口 发现一群混混开车 撞倒了人海里之气壮 老范见义勇违 直接冲上去和混混打了起来 这一切都被旁边的主播直播到了网络 学校的儿子看到这一切 心中说不出的自豪 晚上回到家里 儿子给老范带了蛋糕 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 第二天看电视 老范发现居然是4月2号 他终于突破循环出来了 一个月后 凭借老范对老师的熟悉 他成功地开始和老师有了正式的约会 木卫说电影 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